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 要一点点 由于海里的东西 说实在它离不开这姜 对 怎么说它也是新的 它还是韩性的东西 对 另外还有韩性 实在是说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吃海鲜弄 一般都离不开姜末 这熟了以后把包开稍微洗一洗 拿温水 给它蘸干净以后 我们自己用辣瓣蒜 今天用辣瓣蒜出来 对 就今天这道菜叫辣瓣蒜拌虎口味 挺难把这两样东西想到一块的 海鲜跟辣瓣蒜 他经常拿这个拌 是吗 辣瓣蒜拌八爪鱼 那为什么非得是辣瓣蒜不是生蒜呢 这不是 这是一个特殊的味道啊 就为了带点这个又醋又蒜的味 对 对 对 它的辣瓣蒜 它不光是辣瓣的蒜 它主要是这个醋 味道不在于蒜 才是个醋 这个我们要焯到什么程度 一开锅就行 一开锅就好了 对 对 对 为什么五十度的水慢慢升温 它不容易老 要不然那个肉的感觉就像一个硬团 嚼重 对 你看没有 它一说完完全张开了 一会儿它这就掉出来了 每一粒的肉都好大呀 自己就蹦出来了 第一步 把红口被清洗干净后下锅焯水 放入花椒 葱 姜等调料去腥体鲜 注意 焯贝类最好用五十度左右的温水下锅 如果开水下锅 贝类的口感很容易变老 您说包这个有什么要求没有 它一开锅它就下来了 但是呢 人家在海边啊 就这些 所谓的粪包吧 这些 对 好 人家 消化包 叫人家都吃了在海边 人家就站着着吃 那我们比较讲究的 把这个裂出来 把这个 嗯 明白了 就是把消化包取下来 对 把这边 然后那边边也不要 其实这个东西无所谓 这个东西有卖的 就是扇贝边 专门拌这个 这东西为什么不能吃呢 也得吃吧 不好看拌出来 明白了 嗯 今天咱们讲究一点啊 对 尤其是小把包 一捏一圈的 好来 好来 好 明白了 你包这个 然后放 是把这个包出来 都搁在一盆清水里 对 干净水里 就是一涮就行吧 好 我来包着 然后您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我做葱油 又做葱油呢 我是不是得去那边 对 把锅留给您 我把调料都给您摆到这儿来 炸点葱油好 葱油呢 它不压着 压着鲜味的味道 炸点葱油 那你得切葱 对了 我把这儿都给你摆上 对 我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油倒里头 倒里以后 你看 我们来点葱 我们在国际啊 在饭馆讲究的话 葱 姜 香菜 根 洋葱 它都可以搁里头 再加入我们就没那么讲究了 把这葱 不要切得太那什么啊 您刚才说今天要用的调味汁 叫葱油汁什么还是叫 不是 腊斑蒜 拌红口白 但是我们要炸点葱油 明白了 最后呢是用腊斑蒜来提味的 对 但是前面呢还是要有点葱油的 在家里炸葱油啊 其实很少这儿 凉油啊先把姜给下去 你千万别热油下 你热油下了以后 它一下炸糊了 这姜汁没出来 就是最后我们只要用油 所以姜就切大片 对对对对 你看 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 凉油下入葱姜 让它凉油下葱姜慢慢升温 等这油温热了 这个姜和葱的味道慢慢渗透在这油里头 如果我们热油下去了 一下把葱姜炸糊了 这个味道还没渗进油里呢 我们在家里呢还可以搁点香菜 洋葱都可以 炸这葱油 但我们这就简单了啊 那种葱油味比较浓 这种葱油比较清鲜 就是 就是大葱和这个姜 但是姜要少啊 大葱要多啊 都在这个叫油温不太高的时候下锅 就是凉油下就行 凉油下就行 慢慢升温对啊 你看这慢慢熬 其实对 是用油熬出它的香味 对 这所以就有时候在家里 说我们炸葱油 一把葱下去了 炸完以后葱油没有味 就是因为一下子就 一下子糊了 对对 所谓糊葱油 所以就是把葱 炸成金黄色 那咱们最后这个油也要 弄到那样的境界吗 对 所以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 对 就是那个热油下去以后 那是一下子就糊了 对 我们这个呢等于在热油以后 凉油下锅 把它给慢慢的 慢慢炸 慢慢炸糊 炸出一种糊的效果 对 因为拿这个葱油拌的 这个红火味啊 它不压味 你搁橄榄油 它味比较淡 你搁香油味比较串 维度搁这个葱油 它味比较香 其实真是的 贝类其实没有特别的味道 对 要想让它入味 确实需要在调料上下点功夫 对 大家看现在的这个火候 炸完了 您好 您好 闭一下 哇 都基本上炸蔫了 但是它并没糊 嗯 准确的说是带一点焦色 大家看 嗯 它并没糊 嗯 好 第二步 把焯好的红口碑去掉粪包和杂质备用 锅中放油 把葱姜下锅炸到金黄色做成葱油 注意 一定要用凉油来炸葱油 如果是用热油下锅 葱姜很容易滑的香气 调味缓解了 好 包出来的这个 万事俱备 只欠中风 磅肉 你看看 隔着温水里稍微洗一下吧 隔口被肉 对 但是只要把当中洗了就行了 就是玩命洗 你看玩命洗怎么办 鲜味都没了 怎么样 它有时候怕脏啊 呱呱就洗 这个如果有那种厚的吸水纸 在厨房用的话 把它稍微蘸一蘸一蘸 再加我们有时候那个 用提布 干净提布 稍微把水稍微按一下 对 用提布也可以 好 你看 不过确实是像石大师提醒的 这个清洗的过程 还是要温柔一点 对 你看这个一斤多吧 嗯 包出这么多了 多值这个啊 大家在外吃三倍那么贵 我们在家里做多好啊 对 那个如果说你觉得这点肉 还少多买了 那反正刚才那步骤 做两遍就行了 对 炒一遍啊 对 对 一个半一个炒 你看啊 这就省事了啊 我们现在调味了啊 首先调味了啊 首先搁一点胡椒粉 这回就我们少来 你看啊 辣包蒜 你看啊 嗯 如果想吃整个的 我们也可以不切两半啊 哦 辣包蒜整着 搁进去就可以啊 对啊 这辣包蒜就是吃的 双烤的来一碗辣包醋 还以为得切切呢 嗯 就这样就行了 对 拉一碗辣包醋 也对 现在这样每一样食材的颗粒都差不多 对 我们搁一点鲜酱油 嗯 少来 因为这个 本身这个 上面它就是咸的 海里的东西啊 嗯 一定要少来 蒸一点 蒸鱼尺油 不过多少得加一点 是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任何盐的底位来 但是不要搁盐了 对 现在就不能搁盐了 因为本身这就是咸的啊 你看我们看看颜色 这不要搁糖了 因为蒸鱼尺油微甜 嗯 嗯 其实那个辣巴蒜 虽然以醋味为主意 还是带点甜头 对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颜色还淺点 这个啊 有什么标准 合适了 对吧 嗯 就这个颜色这么重要吗 嗯 挺重要的 你太深了色 就把这个彩椒 黄瓜最后折了 太淺了 没有味啊 我是 这不能够盐 对 您其实也是用这个来掌握它的咸袋 对 嗯 来点醋 那边醋 您也吃了那边醋 好 拌好了吧 对 还有您的那个杀手键 没使用 等会儿等会儿 最后哥 你最后哥 这油就糊在上面了 知道吧 我就是在想啊 最后油 刚才 这个油现在凉了呀 凉了 就有哥凉的呀 哦 不是撕油的那种 不不不 好 好 好 你看这味儿出来了吧 嗯 好 我来拿两个勺一块儿 兜一兜它 这样可以比较 特别省事儿 如果我们在家里头 我们说我们不吃半的 怎么办 放点油 一炒 还是给这东西 往锅里倒 一炒 就齐了 嗯 大家先歇一会儿 我们再备一遍料 再炒一个就 炒 那锅炒出来肯定没有这个 吃起来爽口 嗯 两个味儿 嗯 炒出来呢 还可以搁点小米辣 嗯 对 对对对 还可以搁点这个 这个小瓜 啊 但是如果咱们把味道弄得太复杂了 海边的人就会很生气 对 我们好好的这个贝壳类的东西 那吃的挺香的 你们搁那么多调料干嘛呢 实际上这个东西 它就是北方吃吧 对 海边它不怎么办 海边的人呢 你们要体谅我们 这些不住在海边的人呢 吃不着你们那么新鲜的海产品 对 嗯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调味上多下点工夫 辣巴蒜拌红口碑 食令小海鲜 美味看得见 您也来试试吧 第一步把红口碑温水下锅超制 等水开后捞出晾凉备用 第二步把炒好的红口碑去掉粪包 锅中放油 把葱姜下锅炸成葱油备用 第三步把红口碑清洗挤干水分 调入胡椒粉 辣巴蒜 辣巴醋 鲜酱油和葱油等调料拌匀 即可装盘上桌 好 这个海鲜的一道凉菜 也当季了 对 可以学着做做了 今天做这个菜的过程其实也挺有趣的 那我就借着石大师的这个有趣的这道菜呢 再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这个锦囊啊可能更有趣 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成年的朋友就不感兴趣了 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块学学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玩过家家一样的豌豆船 对 常见的豌豆摇身一变成为了精致的小船 它既能是小朋友手中的玩具 也可以是家宴上精致的盘式 一起来学做吧 需要的原料很简单 新鲜豌豆牙签剪刀 第一步用牙签从豌豆夹较平的一侧划开 取出豆子 注意豆夹的两端要保留一定的距离不被破开 如果两边都被划开就做不出小船的造型了 第二步把豌豆夹外面的长饼剪成适当的长度 再塞入豆夹把它撑起来做成船的造型 注意在中间做支撑的这根要剪的长一些 这样形成小船两头窄中间宽的样子 第三步把豌豆轻轻装回豆夹 再用牙签穿过彩胶片做成船翻 我们的豌豆船就做好了 大家看满载乘客的小船入水后依然可以安全自如的航行 充满同趣的豌豆船 您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